三藩市臨時市長人選至今仍然如然未決,而即將離任再做副州長的柳心在昨日就說, 如果市參議會在新會期開始之前都仍然沒有辦法推選出一個他可以接受的臨時市長, 他不排除會延後宣誓就任副州長。 消息和其他本地的新聞,陳青梅報道。 三藩市市長柳心原定在明年1月3日要宣誓就任加州副州長, 但臨時市長人選至今懸疑未決。 柳心表示,除非市會召開特別會議, 在他1月3日離任以前21比0,一致通過他的繼任人選, 否則他不排除會將書籍日期,然後到1月8日。 等1月4日四名新當選市參試上任之後, 被新的議會來推選臨時市長。 權威人士認為,目前的市參議會成員, 大半立場都與柳心相左,新的市參試立場就較為溫和。 明年1月3日起,東彎屋倫的維利泊車罰單, 每張加州3元的付加費, 作為加州法院的信託基金, 相關法律其實就在12月7日就已經飄過, 不過屋倫市為了在節日期間方便民眾, 推遲到明年1月3日才開始實施。 屋倫的維利泊車罰單, 原本是45元, 後來增加了10元的州付加費, 加上現在新增的3元, 未來拿一張罰單就要付58元, 26台地頂, 前線媒報導。